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們昨天談到NERS的Equation 那為了要讓大家更深刻體會到 NERS的Equation 不光只是一個Equation 我們繼續來深根一下 讓大家來體會一下好了 所以NERS的Equation講什麼 要找誰來訪問一下 黃英吉 好 你來說一說 NERS的Equation的啟發 大大聲一點 的差值 就是求出當你在一個非標準狀態的時候 它跟標準狀態之間的電位差的差值 DELTA1再強調一次是氧化還原電位 不是Energy 拜託拜託 好 那 這個其實在生物上面的話 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攸關我們的生死 或是攸關我們的健康 怎麼說 我們來舉個例子 我們來舉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分子叫做Glutazion 骨光甘鈦 沒有 有人有聽過 那個Glutazion它是一個三生鈦 三生鈦就是它是一個 由三個氨基酸組成的 我們其實體內的蛋白質 它是由各種不同的氨基酸 然後去排列組合而成的 對 那 當它夠大的時候 我們一般稱它做蛋白質 或者是多胎 Polypeptide Glutazion它是一個 不是沒有大到 足夠稱做蛋白質 但是它是一個Tripeptide 中文叫做骨光甘鈦 因為它是有一個Glycine 肝胺酸 一個Cysteine 半光甘鈦 以及一個Blutamic Acid 這三種不同的氨基酸組合而成的 那這個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體內 幾乎所有的細方裡面都存在 那存在的濃度的話 大概是在ミリmola這個range ミリmola ミリm 通常是在1到11這樣子的range 那Depends on不同的人 或是它在不同的細胞的環境的話 它的濃度可能會有所增淨 那 Glutazion它有一個 官能基 它主要的活性是來自於 半光鞍酸上面的溜存基 Glutazion它是Flycine 加上Cysteine 加上Glutamic Acid 那這當中的話 Cysteine含有一個特別的 瘤醇基 體內 其實我們的氨基酸裡面含瘤醇 含瘤醇的 含瘤的那個 氨基酸不多 Cysteine是其中一個 那所以我們Glutazion 然後一般會直接寫成GSH 有看過嗎 沒有 網路現在連起來了 來看看能不能連上 好這個 骨光甘泰 對不對 骨光甘泰 所以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舉例 Glutazion 簡稱它的那個縮寫是GSH 然後呢 它的結構是這樣 那樣子看上不起來 就有這三個部分 Glucine 然後Cysteine and Glutamic Acid 這三個部分 那其中這個黃色 我們一般在表示的時候 流存是 流是用黃色的表示 它這邊這個是它一個 最重要的反應中心 那化學師是這樣子 好 所以現在對這個 如果這個Molecule有初步的認識 好 知道它的結構 那它常常會發生一個反應 是 在哪裡 這邊沒有寫 我們直接用黑板寫好了 GSSG GSSG 對不對 字太多了 我們直接用黑板好了 好所以 Glutazion 它常常會 這邊這個清 脫清 然後變成 兩個流件連起來 來形成雙流件 好 那它會形成這個反應 然後你看一下幾個 Glutazion會變成 可以形成一個GSSG 兩個嘛 好 2 好 那這一個 如果我們這樣子寫的話 它是一個氧化還是還原 這是氧化 這是失去電子的 氧化的 那如果我們反過來寫的話 就是還原 我們現在用還原電位來表示 好 好 那我們昨天 跟大家介紹的 Nurse equation Nurse equation 1 等於 不是說delta1 等於delta1 等於delta1 然後 0.059 1 除以N 對不對 log 或是我們把它 本來的圓形是這樣 那在25度C的時候 我們如果把溫度還有這一些變數 常數把它整理起來的話 然後把它變成lock的話 就變成這一個 好 好 那 因為在生物體裡面 這些物種通常濃度非常小 所以大家習慣上 比較常用m m 或者是甚至 micro m來表示 所以我們這邊也可以把它 改成用m 來表示 那只是一個單位的轉換而已 好 那 對這一個反應 現在是一個 GSSG的還原的反應 它涉及到幾個電子 兩個 兩個 所以以這個式子來講 它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寫 然後log Q要怎麼表示 Q怎麼表示 Q的表示方法是 就是這個 GSH 平方 除以 G SSG 然後 氫的 H正的 平方 對不對 好 所以 你看 在生物體系裡面 在我們的體內 溫度 是一個因素 然後呢 酸鹼值 酸鹼值也是一個 好 我們現在如果先考慮25 但是在37度的時候 一定這邊又不一樣了 好 那如果說假設我們現在在PH 等於7的情況下 這邊應該會是 這邊就會 會去影響到它的那個 那個 PH值 會影響到它的E0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影響喔 如果說它在標準狀態的時候 10 是 -180 MV 在PH等於7的情況下 它的E0 Plant會變成多少 我們先看 先姑且不管這些濃度的效應 我們先單純來看PH值的效應的話 它會變成多少 你把H這邊是不是就可以帶 10的負7 氫離子的濃度 10的負7 那你把它拆開來洗 是不是可以這樣寫 然後 這邊帶10的負7進去 log的10的負7是多少 6負7嘛 對不對 就負7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習慣上我們會把這個 natural log 變成log 因為比較好做 我們實際上在去做這一種 不同的PH值換算的時候 用log的話 你可以直接就換過來 就負7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把這個 這一項就移出來 變成什麼 加59.1 除以2 乘上2 乘以負7 然後再加59.1 然後再加59.1 除以2 乘上2 乘以負7 然後再加59.1 好 這一項算一下等於多少 這邊消掉消掉了 所以 變成是 正180-413.7 然後再減掉後面這一個term 結果本來它的10是正180mV喔 那只是因為PH值的改變 標準狀態的時候 氫離子的濃度是正180mV喔 那是多少 標準狀態 標準狀態 1 1 那就是PH0的時候 對不對 在PH0的時候是負 是正180 但是當PH值變成是7的時候的話 它的10plum 光考慮PH值的影響 它的10plum變成是-234mV 然後再去看這個GSH 以及它的reduced還原的這種形態的GSHG 它這邊的這個Q值 好 才能去求出E0 在生物體內的E0 好 那這個E0 這個殘忍球是這個E喔 這個E在我們體內有什麼影響 不準 在體內的話應該是37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單討論在25度C 但是你如果說 在37的話變成這一個term要變 變成是0.0615 0.0615 除以N 如果是37度C的時候 就是從這邊你這個T 如果是在37度C的話 加上273 變成是310k 就是溫度 溫度 那個是溫度上面的效應 好 那ΔE其實它左右了我們體內很多的生物分子 它在進行氧化還原反應的時候 ΔE它跟free energy有關係嘛 它會影響到它的生物功能 那怎麼影響 我們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喔 但是你從 單從這邊你可以看出來 ΔE跟什麼有關係 它是由什麼來決定的 如果說你現在知道它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溫度下 然後呢特定的PH值的情況下的話 ΔE是由什麼來決定 是不是由這一個term 這一個term GSH 因為它這邊是平 它要平方嘛 除以GSHG 那如果我們要再更貼近 我們體內的環境的話 那個溫度要 溫度的效應要考慮進去 那所以這邊會 這邊會差一點啦 這邊就是變成是 多少 61.5mV 然後你這邊換算的時候的話 就是 去調整 還是我們要把它調整成 離聖 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溫度的效應而已 好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出來 它 受到的 它的ΔE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有兩個參數 一般來講的話 可能是這個 GSH跟GSSG的比例 但是以這個particular 這個式子而言 它除了被GSH跟GSSG的比例影響之外 它還會被GSH本身的濃度影響 就是在某一個特定 特定的溫度 特定的PH值的時候 好 那 這樣子的影響 它的biological的significance 它生物上的重要性為何 那這邊 有 來 跟大家介紹一個概念 叫做redux的capacity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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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還原定位嗎 還原定位 對 還原定位 對啊 還原啊 我們 我們剛剛說了 GSH Glutathion 它在我們體內 的濃度 它可以從1mA到10幾mA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 如果說現在是1mA的GSH跟10mA的GSH 它之間的差別會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現在是1mA GSH Glutathion它的濃度是1mA 然後呢 它有10%被氧化 變成GSSG 那這個時候 它的電位改變 跟在不同的濃度下 GSH 它 一樣歷經10%的氧化 它的電位的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看一下 如果說是1mA 來看一下 如果說是1mA 那它 有10%反應掉了 所以剩下多少 剩下0.9 對不對 所以它10%就是0.1嘛 所以它扣掉0.1 那扣掉0.1的時候 表示的是GSSG變成多少 0.05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所以後來的那個 GSH 的濃度是不是0.9 然後這個是 多少 0.05 mA 那麼它的 它的LOG的這一項 LOG的這一項 怎麼寫 對 就等於什麼 你看一下喔 這邊的那個 濃度的單位 標準單位應該要用什麼 M 要用M喔 好 那所以這邊的LOG 的話 它包含了兩項 一個是它的筆直 然後再多乘以這個 GSH 本身的濃度 好 所以是LOG的多少 GSH是多少 0.9 mA 然後除以 呃 GSSG的 0.05 mA 然後再乘上 多乘一個GSH的濃度 0.9 mA 好 那這邊 因為它是mA 消掉 但是你這邊的mA 要換成m喔 看得懂嗎 可以齁 就這邊因為是筆直 所以它的單位會相消掉 但是這邊是它的濃度 剩下一個GSH的 一個沒有辦法消掉的 但是你這邊的mA 就要換成是m了 就變成是0.9 還要再乘上一個 10的-3 才能變成大m OK 好 然後算出來 是多少 這個LOG 求出來是-2.79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兩種情況 如果現在是3mA的GSH的時候呢 它一樣是10%被氧化變成GSSG 好 那這個時候 你再一樣再去算這個LOG的值齁 所以3的話 它的10%就是0.3 好 一樣是10% 那這邊0.3的話 GSSG就是多少 正的0.15 對吧 正0.15 好 那所以 反應掉之後 這邊剩下2.7 這邊是正0.15 好 那麼它的LOG的這一個term 是多少 是多少 有這一項 好 然後你LOG去算出來齁 是等於-1.313 -1.313 10mA 然後一樣是10%的GSH被氧化變成GSHG 我們來看一下齁 10%就1 對不對 減1 然後呢 GSHG就變正0.5 所以反應後這邊是9mA 所以反應後這邊是9mA 這邊是0.5mA 好 那麼它的LOG 的這個term 是多少 LOG的這個term 變成是 GSHG 是 9 除以0.5 再乘上一個9 但是這個要再乘上10的-3 然後去算出來 然後去算出來 你得到的這一個 LOG的值會變成是 -0.9 -0.79 這個是10mA 然後這一個呢 是1mA 然後這一個 3mA 的時候的是-1.313 那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濃度越高的時候 Glutathion的濃度越高的時候 它的LOG的這個term 的值變得越大越小 變得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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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喔 -0.79 -0.79 不是有時候差值 就是它的變化值 變化值 這個是減掉 0.79 嘛 就是原來的那個Δ10 平常是-0.79 但是呢 在3mA的時候 它的變化值 是比原來要 再扣掉-1.313 但是你如果現在是只有1mA的時候 的話 是要扣掉-2.79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當GSH的濃度越高的時候 你即使變化 你的那個一樣 是百分之10倍氧化掉 但是它的Δ1的變化 是比較小的 這個概念 跟我們在講緩衝容易的概念 是不是有一點一樣 就是你緩衝容易的概念 它是去resist 去抵抗太過大的PH值的變化 那這邊的話呢 它的一個作用是去resist 它過大的Δ1的變化 所以我們剛剛把它叫做那個 redux the buffering capacity 就是你的GSH 濃度比較大的時候 它傾向可以讓Δ1 就是Δ1它的變化值 比較小 那這個在生物上面 有什麼重要性 骨塔薩用它是一個抗氧化劑 在所有的細胞裡面 都存在的一種抗氧化劑 抗什麼的氧化 它不光是可能變成GSHG 很多外來的一些環境的因子 比如說自由基 OH Radical 或者是一些外來這種 容易導致我們體內 發生氧化的這些氧化劑 GSH它會去跟這些反應 所以它 從某一種程度上 它去保護了 我們體內其他的蛋白質 不受外來因子的侵擾 OK 那當它濃度越高的時候 當它濃度越高的時候 它的Δ1的變化值就越小 那Δ1變化越小的時候 它越能確保 它的變位是在一個適當的範圍 那才能確保它的生物功能 是可以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內進行的 如果Δ1它的變化太大的話 它本來應該有的生物功能 會被改變 會被改變 那甚至會導致細胞的凋亡 那或者是說各式各樣的疾病 因為它沒有辦法行使正常的生物功能的時候 它的疾病就開始發生 甚至癌症 這些 所以Nurse Equation 其實是在我們體內 發揮非常重要的功能的 它扮演一個把關的角色 這個我們可以去對它做圖 其實你如果對它去做圖的話 你可以去算出來 或者是用電腦算出來 在不同的M不同的GSH它的濃度的時候 它Δ1的變化 as a function 這個GSHG它的相對的百分比 我們可以畫出這樣子的一個圖 那這樣子的圖它告訴你什麼 10mmM的時候它的Δ1的變化 在50% 或者在同樣一個GSSG的proportion 它的同樣一個百分比的時候 10它的變化要比這個要小 這個又更小 這個是最大的 所以一個重要的 起這邊的information 一個細胞裡面 當它的GSH濃度較高的時候 它有更強的力量去抵抗外來的 氧化壓力 換句話說這個人會比較健康 那麼從很多的文獻研究也發現 很多的疾病甚至是癌症患者 他們體內的GSH的濃度是低於常人的 低於常人蠻多相當大的一個那個程度 程度會有不同啦 就看它的那個疾病的反應 那higher的GSH主要是因為它higher的那個GSH的濃度的時候 它具有比較能夠抵抗外來氧化壓力的能力 跟較低的時候比起來的話 是低於1.19 好 沒關係 你們那個 但是 我看一下 這邊 GSH 10倍 OK 好好 但是那個趨勢是對的 所以你 如果NERS的equation 你再深入去了解 然後再去看 我們體內發生了很多生化反應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體內是有點 我們像是一個biological的機器 machine 很多的功能它是藉由這樣的調控 去讓它on off 或者是不同的階段 譬如說細胞 細胞的一個 它的一生有幾個階段 蛤 它會先增殖 對不對 分化 然後 雕王 它壞死 那是有什麼去操控 這些 它什麼時候決定它要開始分身 什麼時候決定它要開始分化 往往也跟氧化還原店位有關係 所以這邊跟大家 這邊有一篇文獻 還蠻有意思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沒有要看整篇paper 不過看一下title reduxing environment of the cell as viewed through the redux state of the glutathione bysulfide and glutathione couple 就是gsh 跟gssg 就像我們剛剛黑板上看到了 它是一個氧化還原隊 它是一個couple 那redux reaction 在一個細胞裡面它的氧化還原的環境 跟它本身這個gssg跟gsh 的couple的氧化還原狀態有什麼關係 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邊就談到了nurse的equation 跟nurse的equation 那為什麼用61.5 37度C的時候 那這邊要 帶大家看的呢 好 是這邊 這個 the cellular redux environment throughout the life of a cell 一個細胞它的生命 有幾個周期 那 cycle 那這個cycle 其實它背後是由熱力學 或者是由熱力學所govern 所操控的那個nurse的equation 來決定的 你看一下這個圖 它是 橫軸是什麼 變位 是這個 剛剛我們黑板上寫的這個 陽光還原 還原變位 在不同的mv的時候 那它有 細胞有幾個不同的階段 proliferation 是增殖 這邊是 分化 分身 然後 apoptosis 是 那個 雕王 那最後是 壞死 那從這邊你其實可以看到 它在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的這個曲線會不一樣 左邊這個是 gsh sg的那個 跟gsh的比例 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時候 它會有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階段 你如果在某一個當下 某一個當下 某一個當下 然後對應到某一個特定的 特定的兩萬環圓電位的時候 它是處於這個階段 然後在另外某一個 某一個電位 然後某一個proportion的時候 它又是在另外一個階段 好 那所以 照正常的生命周期 正常的環境的情況下的話 所有的細胞應該都會按照著 nature 所賦予它的任務 然後在某一個 某一個氧化環圓電位的時候 它應該做進行什麼樣的階段 但是如果一旦外來的環境 去改變了破壞了這樣子平衡的時候 那你可以想見它整個世界就大亂了 你譬如說你只是濃度變一下 GSH的濃度變了一下 那它的這個E變化就會有變化碼 或是你PH值變化的時候 E這個potential就會變化 一旦變化的時候 它可能本來應該在proliferation 變成到雕王區了 對 對啊 所以 所以說 NERST equation 它其實它有更深刻這種 更profound的significance the meaning 它在操縱著我們體內 很多譬如說一些重要的化學成分 它的濃度的變化 它會左右我們體內某一個特定生物功能 它是否能夠正常運作 或者是一旦當它的平衡被破壞了 它氧化電會被破壞了 那它本來應該在進行的正常功能 就會整個走中了 就會被破壞掉了 本來該做的事情 要做到別的事情去了 這樣可以體會 我要帶大家去了解的 NERST equation 的意義了嗎 所以 一個式子 它不光是一個式子 你要花一些精神 還有一些時間去了解它 就像我們在認識一個人一樣 如果你沒有花時間了解它 可能就是三個字 或甚至兩個字 我如果沒有花時間認識王者的個性 這個興趣 嗜好 或者它的理想棒 那它就是王者這樣兩個字而已 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這些 我們這個熱意學上面推導了很多的公式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去把它搞懂 然後去了解每一個式子 它其實也是背後都有很深刻的意義的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